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造福两国主要情况和重要成果 指出 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继续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出发点 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不应该是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愿重申 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 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致力于保持两国元首 以及政府各层级沟通渠道畅通 就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 开展坦诚对话 为应对气候变化 确立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的交往基调 我高度重视总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